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好 我看了一下 您这个学历吧 是都够 但是 十年没有工作经验了 阮女士 我这么跟你说啊 程序员呢 没您这岁数了 像架构师 算法工程师这类的呢 您又没工作经验 目前比较热门的就是这个 大数据云计算 AR VR 人工智能 但是您也没学过呀 所以说 要不 您考虑换个行业吧 这个技术类的它竞争太激烈 更新换代快 像您这个情况呀 是很难再进来的 换什么 行业啊 主要是您这十年都没什么工作经验 家政工作您考虑吗 如果可以的话 我可以帮您报名一个职业培训 您看 家政工作行吗 因为我们现在呢 在搞活动啊 就是您要报名的话 我可以给您打个折 家政就算了吧 不太适合 您看看 还有其他的工作吗 其他工作呀 是这样啊 这个做技术呢 您又做不了 销售又没经验 行政吧 人家也不太可能 用您这岁数的呀 所以 那个 阮小姐啊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其实我 好心提醒你啊 现在真不是您挑工作 是工作在挑您 我说实话 就这个家政的工作 您上户都挺困难的 因为人家现在女主人呢 都喜欢这种 憨厚稳重的保姆 像您这样漂亮的 人家心里会有芥蒂 您也可以理解 对吧 那行 那要不 您先再看看 你这就得了 你了 咯 所以 那儿 我们去吃 了 我 你 对 你 让你的 爹 词 什么 你 喂 为什么要来后妻呢 长得那么好看 应该去前台的呀 我不太喜欢和外人接触 你再考虑考虑吧 我先跟你说一下啊 每天四点上班 十点下班 一个月休息四天 以兴三千五 有奖金的 孟大姐 我给你找来一个帮手 陪你上晚班 那中午怎么办呀 中午的碗太少了嘛 你辛苦一点 晚上跟她一起洗 前经理 你可真能算计 我说前经理 你在哪儿请个姑奶奶来啊 就她这小身板 这也不像干咱这活的谁呀 我能干 这不是挺好的吗 我能干的 能干的 情况你都看见了 你觉得可以吗 没问题 那今天开始就上班吧 算你一个满工 工作服呢明天再来里 好好干 有奖金的 好 谢谢您 孟大姐 人交给你了 我先走了 好好干啊 孟大姐 看什么看呀 这会儿还有学吗 写吧 我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